Hello大家好我是卡卡 你现在是不是边翘二郎腿边在看这个视频 赶紧把二郎腿放下吧 因为翘二郎腿真的会让脸变大 我的书里有一张就是专门讲到这个话题的 因为当时我看了日本的一个科普节目 叫令林先生惊讶的初二学 为什么说翘二郎腿呢是脸变大的元凶之一 这就有科学依据的 因为长期翘二郎腿会让我们的骨盆扭曲 让我们的这个脊柱还有肩膀都变形 头骨也会发生偏离 这样一来我们的淋巴还有血液循环就会受到阻碍 在头部和颈部这里堆积很多老化物 脸就会看起来很浮重 视觉上呢就是脸变大了 如果你没有长期看我视频的话 就会发现我真的也是二郎腿的爱好者 就是我长期呢是翘一边二郎腿 久了之后我就发现我的脸大小脸了 而且翘二郎腿影响的不只是脸 还有我们的腿型 因为我们长期用一条腿压着另外一条腿 两条腿互相的那个受力就会变大 互相挤压导致腿型会变粗变丑 还会形成甲胯宽 更严重的是它还会影响健康 因为脊椎变形以后呢 就会导致我们很多肩痛背痛的问题 所以赶紧放下你们的二郎腿吧 当然翘二郎腿真的很舒服 要戒掉并不容易 我在书里也提供了一些小方法的 比如说可以在脚下垫一个东西 当你的脚下垫了东西以后 你就没有那么想要把二郎腿翘起来了 或者呢是在你的腿上放一个东西 像这样子在腿上放一本书 或者是放一个抱枕 你就没有那么想翘的冲动了 然后我们也录了一个小小的视频 可以帮大家改善二郎腿后遗症 跟着练一下会有收获的 最后给大家送上一张粒粒话的插画 把它作为手机屏包 也可以提醒你不要翘二郎腿哦 好吗